嗨,吃饭主大家好,我是范范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家老移民都很爱吃的牛肉面店 就是这一家位于斯卡布的老里牛肉面 一进门的话呢,大家会发现这装饰还蛮简单的 墙壁上呢,就挂着各种的招牌菜的图片 那你就会发现原来这里的牛肉面是从1990年开始就开始贩卖了 那我们看一下manual manual的话是有红烧牛肉面,红烧牛鸡 还有一些台湾小吃,也有一些北方面店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是开始疑惑了 所以这家算是台湾餐馆还是北方餐馆 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点了几道凉菜 还有再点了一个大肠米线 哇,招牌的红烧牛肉面来了 看起来是很好吃的样子 其实这家的牛肉面真的是 我香港跟台湾的朋友都占不绝口 可以说是他们试过全东东都最好吃的红烧牛肉面了 所以我们就是赶紧来试试 嗯,汤头还是蛮浓的 然后搭配着那个牛肉,很大块,而且很入味 简直是入口即化 那我们再吃一口面条的话 非常的Q弹跟有劲道 那与汤汁充分融合,还真的不错 而接下来最晚就是他们另外一个招牌菜 红烧牛筋面 其实可以看到牛筋还蛮大块的 咬一口的话发现牛筋还非常有劲道 那煮的时间真的是刚刚好 然后汤头很浓郁很入味 配合的刚刚好 除此之外我们还点了一些小菜跟大肠米线 小菜中规中矩 但是大肠米线真的非常不推荐 因为处理的不是很干净 内脏味太浓了 所以个人不是很喜欢 好了,今天就是我们探店这个超过30年脑质号的红烧牛肉面店了 总的来说呢 这家牛肉面店真的是店如其名 最好吃的就是他们的招牌牛肉面 那其他的菜式呢 个人就不太推荐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